曼德拉效应是否真实存在 为何人类的记忆会出现群体偏差 看完后不得不让人细思几口 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记忆 曾经被埋入自己记忆深处的一件事情 再次被提起时 却发现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 最可怕的是 这部分记忆不仅只有自己拥有 而且同时还出现在许多人身上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曼德拉效应 曼德拉 一位被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为何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效应呢 这件事情的起因和一位名叫 菲奥娜·布鲁姆的美国作家有关 他的工作是专门研究生活中的超自然现象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南非总统曼德拉竟然还活着 可是在他的印象里 曼德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死在了监狱中 并且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当时城市中还爆发了骚乱 曼德拉的爱人也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讲话 本来菲奥娜以为只是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可是当他将自己的观点发布到网上后 世界各地的人都纷纷表示 在自己的印象里 曼德拉确实已经去世 可事实是吗 为何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同时出现记忆混乱的情况呢 要知道 曼德拉在当时还活得好好的 并且重新出任南非总统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视 自此之后 曼德拉效应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 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自己的记忆总是能在某个角落中出现偏差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这样一张图片 这是由法国雕塑家所创造的思想者雕塑 雕塑中这位强有力的男子 正在用自己的右手托住下额 呈现出一种正在思考的状态中 可是在许多人的印象里 明明思想者雕塑的手是抵住额头的 而且在世界各地所出现的照片中 也有无数人用手抵住额头模仿雕塑的模样 甚至就连许多小学生也都这样模仿过雕塑的神态 可为什么到了现在 思想者雕塑的手就换了一个位置呢 难道人们的记忆真的出现了混乱 再举个例子 著名的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的微笑》 明明印象中的蒙娜丽莎是似笑非笑的模样 可为何现在的笑容变得非常明显 嘴角扇扬的弧度也随之增大 看起来笑中带着一丝的诡异 著名的影视演员吴玛 曾多次传出去世的消息 可她真实去世的时间却在2014年 这样的事件与曼德拉效应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 这样类似的事件在生活中还有很多 例如最为人熟知的《爱我》中华歌曲 明明正确的歌词是 56个星座56只花 为何却总是被人记成 56个民族56只花 在直和真两个汉字中 明明里面有三横 为什么却别人记成只有两横 将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来思考 不仅让人有了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难道这个世界上的历史 曾经被人修改过吗 根据这些种种匪夷所资的事件 科学家们也给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便是非常出名的多元宇宙理论 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平行宇宙 这种理论认为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其实有着很多个 不同平行宇宙中所发生的事情结果 都会有所偏差 当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 就会导致我们的记忆产生部分错乱 而曼德拉被人认为去世的原因 就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 所以才会被这个世界的我们所误解 比如人们经常会在梦中 看到一些场景和发生的事情 本来以为只是一场梦 醒来就忘却了 可没想到一段时间后 既然在生活中真的遇到了相同的场景 这是不是就是平行宇宙的体现呢 是由不同观点的专家则认为 曼德拉效应其实只是一种心理作用 人们无法保证自己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都印象深刻 在环境等因素的暗示下 记忆很容易就被带跑偏了 不过这种说法也不能解释目前所有的曼德拉效应 还有一种最离奇的说法 哪便是所有的曼德拉效应 都是从2012年之后出现的 在马亚人的预言里 2012是世界末日 是整个地球毁灭的日子 虽然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从那之后 人们的记忆才开始错乱 这是不是说明 马亚人口中的世界末日 是为我们创造出的一个平行世界呢 不过这样的说法 未免有些太离奇 所以相信的人也并不多 直到现在为止 科学界对于曼德拉效应 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人们的讨论依旧众说纷纭 说不定在以后的某一天 当人们的科学技术 再次突破到一个新的阶段时 才能将人类记忆错乱这一现象 解释清楚吧 屏幕前的你们 对于曼德拉效应 是如何看待的呢 大家可以踊跃发言讨论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点关注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待会